美食快乐起来 甜蜜笑容是他的必杀劲 作为一个刚参加工作的社会新鲜人 依然酷爱下厨房 擅长烘焙甜点及清美食制作 那在我的左手边要欢迎的是我们的青年演员 欢迎世鹏 Hello 大家好 我就是演戏里最会做饭的 做饭里最会跳舞的演员李世鹏 李世鹏 中国内地男演员 曾在夏佳三千斤 一起来看流星雨 陆珍传奇等热播剧中 有着不足表现 这个世鹏马上有一部戏 在各大卫视都要上了 是一部喜剧 名字叫 训夫妓 就是讲的就是太太 怎么来这个调教 老公的 那要好好看一看 有没有关于这个厨房里的事情 当然了 整个这部戏里边 你听训夫妓 那我这个老婆肯定是什么活都不用干 一共电视剧三十二集 她训了我三十一集 哎呦 我最后一集 爆发了 翻身了 翻身了 我做主人了 做主人了 大山全下去了 哎呦 只做一集的主人 那也要做嘛 对对对对 好 这一集呢 一样让你做主人 什么 我们让依然来为我们做菜 好吧 依然介绍一下 今天要给大家做的这个菜的名字叫什么 好 今天我们做一个非常有营养的菌菇汤 菌菇汤 嗯 然后这个菌菇汤里边呢 我们会用到茶树菇 口馍 还有这个杏鲍菇 三菇 嗯 三菇汤 三菇汤 因为三菇就是福建武夷山的这个景区 这个地方叫三菇 所以听完很亲切 因为武夷山也很多的这个菌类啊 是的 好 依然一做饭怎么辈分就长了 成三菇了 成三菇了 三菇请 来三菇你新弄哪一菇 呃 我们先来处理一下蘑菇吧 好的 嗯 准备一些这个口馍 我们把口馍切成片 而且是比较大的口馍 是啊 嗯 这个菇应该怎么处理呢 我们东北人是用水操 用水操 我其实我在家说有时候也会用水操 不过今天呢 我想换一种做法 以后我们先用油给编一下 哦 他是说洗的事 不是说煮的事 就是有没有洗 不不不不 我您也是说煮的事 煮的时候 我说之前 我喜欢把它那个上表层的那个磨也过掉 那你们就是连煮在洗吗 对对对 也可以这么理解 那你们做汤的时候也是要先煮吗 对对对 煮一下 但是它要快速 如果炒菜的话确实需要先穿一下 嗯 嗯 对 其实都需要 你们都不洗的吗 天哪 我都快崩溃了 无论是你那个领肿在洗 还是你直接去炒的 之前其实都要洗 洗的 这我们都已经是洗过的 对的 你看三个人把这么简单一件事 就讨论你一分半钟 哎呀 太棒了 星宝菇 把杏和菇去掉 留下中间的爆 弄成这种小条 好的好的 撕开 死人金人菇 哈哈哈 那我还是第一次见有人这么撕的一个星宝菇了 嗯 因为就是很容易就是用一条一条这样平安 嗯 多好 其实 因为今天录节目的当天是母亲节 今天咱们录节目今天是母亲节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 呃 很多同学们啊 看完电视以后呢 其实 应该陪妈妈在厨房里忙碌一点什么 对 我觉得这是个很棒的亲子时光 因为你如果有这一刻的话 妈妈们都会很幸福 对对对对 我们那个时候呢 没有这么幸福 还能说 因为我们经常在外外边做演员经常奔波嘛 嗯 我已经十几年 没有陪妈妈过过母亲节了 哦 今天也很荣幸我妈妈呢 陪着我来到了 进场来录制这个节目 啊真的吗 对对对 妈妈在演播厅的那位 雍容华贵开山区圈 一品告命夫人 那个就是你妈妈呀 对对对 哎呦阿姨好 我让她躲起来了 我不让她出镜 长得特别像一品告命夫人 是吗 这个不要这个 这个还要付 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 嗯 接下来有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什么 就是啊我们今天做的这个菌菇汤 这个汤底 是要我要给她做一个非常简单的鸡蛋高汤 哎呦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没有 有听过高汤 鸡蛋高汤听起来不那么高 对对对 因为就是我 我我我其实挺懒的 就如果我会想煮一个汤的话 如果没有时间去调高汤 用鸡汤啊 或者是牛肉汤啊之类的 我就会快速的去用这个鸡蛋做一个鸡蛋高汤 鸡蛋 对也非常鲜 而且非常的简单 没问题来吧 点火是吧 来我们先煎一个鸡蛋 煎鸡蛋 煎一个荷包蛋 谢谢 你们知道我 你这开了这个鸡蛋以后啊 我们就知道今天知道菜的名字有了 就叫导蛋的三菇 哇好好啊 这真的 因为在我们家族当中 我那个三菇是属于导蛋的 大我们一几岁 特导蛋 导蛋的三菇 对现在要放油了 这个油厉害的是生中2015年推出的白金油神 优质10比1使用油和食物搭配在一起 进行烹饪呢 可以优化膳食脂肪酸的比例 油要加热一下 然后开始要导蛋 我们就煎一个荷包蛋就可以了 像我们平时吃早餐的那种荷包蛋就可以了 好嘛 三菇煎蛋 三菇 他应该是三姑娘 对 三菇听起来 这个菜就搭了 导蛋的三姑娘 这个就好听了 对不对 一下就很俏皮 很俏皮 洋气了 高大上 三菇 为什么 为什么觉得人家三菇很搭啊 我三菇看了这期节目 会气成三菇妈 三菇妈 可以把这个荷包蛋的那个多余的油稍微按一下 按一下 它会挤出来 然后你离开的时候它就溯回去 然后倒到这个锅里面 这个锅里面我刚才已经加入了一些热水了 是 现在是直接做高汤 对 我为什么不点火呢 快点 你为什么不提前把火点亮呢 我告诉你这边先烧着 你很唠叨你知道吗 因为对你真的女朋友可不要这样 暖男人说都是这样 暖男人是唠叨吗 真的是 暖男人是默默的做而不说 对 听到没有你这个暖瓶 看透而不说破 没关系 小伙子慢慢来 等你熬到像我这样当大叔的时候就知道怎样能温暖 好的 但是我们是拥有温暖技巧的时候 开始就没有温暖的机会了 又是 好心酸啊 一多不压身 好吧 一个蛋就够了 一个蛋就够了 简易高汤 要多多煮一下 那边的简易鸡蛋高汤正熬着呢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一边熬着高汤一起来先煸一下这个蘑菇 是 三菇不用说我知道 我要点火 真默契 里面有点残留的油哦 所以你不用倒很多 对 就要一点点都可以了 是 因为也不能让这个蘑菇太油 要不然我们一会做的汤就会太油腻 真的是倒一点点 好 点一下 点一下 完了 好 把三菇 三姑娘把三菇倒进去 然后要煸一下 对 稍微煸一下 嗯哼 所以这个 其实就是汤 是 明白了 所以呢 它是一个非常简易的汤 因为三菇呢 你只要 三菇 一直这样讲很残忍 三菇呢 你只要买好洗好切好 然后那边呢 最简单 用个鸡蛋做高汤 搞定了 好简单哦 真的是 快上菜 是的 好 稍微煸一下就可以了 哎 煸完之后呢 把这个 直接可以装盘吗 哦 放到汤里 对 因为这个菇类 其实还是蛮容易熟的 是 嗯 我们把火调大一点 好 现在三姑娘 已经放进去了 让这个蘑菇煮一会儿 它大概要煮沸腾的这样子 煮多久呢 放上 放进蘑菇之后 大概几分钟就OK啊 我们在这个汤里加一点水淀粉 让这个汤汁更浓一些 嗯 稠 对 更稠一些 哎 我发现好像我们一点盐和鸡精都没有放过 马上要放 现在要放一点盐 盐在这里 一个口这么重的人 他竟然没有放盐 我觉得很 很差 他要是没有放盐你就危险 因为待会就是吃之前 他会给你咬一勺 直接放嘴 啊 但是我不 我不是很建议再放鸡精了 嗯 因为其实我们这汤应该很浓郁了 而且本身就是用鸡蛋做的高汤 明白 还可以再加一些 胡椒 白胡椒粉 不要加太多 嗯 不要盖住这个本身鸡蛋和蘑菇的鲜味 嗯 然后等到大概快熟的时候再放这个香菜 对 搅拌一下它 让它稍微的 再融合一下就可以了 可以 其实现在这个时间还录到 就是节目播出是中午 我们此刻时间是傍晚 嗯 我还挺想喝一碗热汤的 是吧 嗯 你想外面那么热 对 我得喝一碗热汤 对 才会让内外的温度是一致的 对啊 义不压身啊 义不压身啊 义不压身 好 懂得真多 因为它这个就是跟现在的说法是不一样的 冬天反而可以吃冰激饼 夏天要吃火锅 对 对对对 好我们可以装盘了 好 拿个小碗来吧 这里面最贵的那个汤 那个那个熬高汤的那个东西是不是 那鸡蛋啊 鸡蛋 鸡蛋好像是你们最便宜 现在鸡蛋是什么行价 鸡蛋好像在七块钱左右 没有那么贵的鸡蛋好吗 七块左右吧 真的是哪有七块钱 农贸市场应该是在 没有 你这局里搞错了 你觉得呢 有大错特错 我们买的是一达嘛 对不对 二十只三十只装或者是一达装 四乘三嘛 肯定平均下来一个两块钱左右 涛哥你这生活的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消费理念关够不同 我这个都是农贸市场里面 你是最便宜那种散的 这跟消费里面没关系 这是跟谁是冤大头有关系 跟收入有关系 我在高级超市里面一个买两块 你非得在龙帽市场一个买七块 那七块钱一斤能买很多个 你是一斤啊 对啊 我听说一个 你什么斤蛋嘛 所以我跳起来 你说你这什么鸡蛋 一个一一七块钱 那我们议会 好 好来我帮你吧 我ok的 你确定你ok的吗 你这么端 就要打了得再做一遍 你知道吗 看九零后做饭就是让人这么心招 哎呦 好了 这个名字叫做 三姑娘导弹 就已经完成了 导弹的三姑娘 导弹的三姑娘 就已经完成了 来 我们来品尝一下 来我给你们尝 好嘞 九零后还是对九零后好 要天让嘛 谢谢 长辈 你先尝着吧 我先尝一尝 我独立 让陶哥先说着 介绍着 我先尝一尝 好 这个三姑娘重要的就是 用鸡蛋来作为高汤 我觉得首先这个事情 从个九零后的口中说出来 我就有点质疑 但是呢 还是要喝喝看 尝尝嘛 先尝尝再说 不管好不好喝 我们能给它喝出 好喝的感觉 说实话 鸡蛋的味道 并不明显 但是现在最明显的 还是三种菇的味道 嗯 怎么样 三姑娘 这个三菇汤真的很好喝 那真的 很鲜美 是的 它可以再加一点点的淀粉 淀粉放的有点少 可以再加一点点 因为现在是不是还不够浓稠 嗯 对 但是已经很鲜美了 我觉得因为它的这种 我们其实并没有放糖 是的 但是这个汤 是甜的 我跟你讲 其实南方人最对这个味道 南方人喝汤就喜欢清淡 对 你像北方就是什么 嘎嘎汤啊 对对 之类的 就是口味会比较重 对 特别棒 我们东北人啊 跟南方人不同 在哪呢 我们是 吃饭之前 你们是吃饭之前喝汤 我们吃饭以后 最后上汤 嗯 你还不了解南方人 南方人是一直在喝汤 一直喝 对吧 前面中间后面都要喝 是 所以你看南方人点赛的时候 就是汤肯定不止一个 因为是一桌人在吃饭 汤会至少两个 多的话会有三个 哇 还不算最后的甜汤 嗯 所以呢 南方就很喜欢很多汤汤水水 他们觉得这样子对肠胃比较滋养 北方人为什么又高又壮呢 其实他们很少喝汤 所以说我以后就可以远离 那个西红柿鸡蛋汤 我从小喝这西红柿鸡蛋汤 喝到大了 做一个鸡蛋金箍汤 对呀 还是没有离开蛋 对 但是其实整个感觉已经是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对 清爽很多 好 希望今天这个导蛋的三姑娘这道汤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一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